3月14號2點28分 在廣東惠州市惠東縣海域發生4點一級地震 震源深度25千米 我們離海岸線是16公里 正中5公里範圍內平均海拔為-20米 也就是說海底深度是20米 我們來看看什麼原因 我看到一個亮點 一個亮點 直接進到海裡邊 穿過淫泥 一下子把東西拉出來 一下子拉著時 一個激震的 就一次 就一次 那個拉出來是什麼呢 拉出來是核廢料 那個核廢料 那個亮鐵亮光是什麼呢 那個亮鐵亮光是廢鐵 廢鐵 把那個地方的核廢料 跟一下子拉出來 一下子拉出來 發生爆炸 一下子拉出來了 那個地方 附近有個什麼 什麼 玩具呢 那附近有個大海灣核電站 現在你們連關都起來了吧 原來是飛機騎走 那個核廢料 那核廢料已經 它一直往泥裡跑 所以爆炸的深度很深 它那個深度啊 二十五公里 而那個海底 那個地方 海底那個地方 也就二十米嘛 也就遠遠深谷那個地方 是這麼一回事 好 再見了 再見了 再見了